西哥我开了一个赖的粉丝团哦 有兴趣的可以点击资产链接 现在一起聊聊天 但是有入选考试哦 需要提示一下 答案就在虎爷跟只有那两支影片里 找不到答案的人赶快去看 前阵子跨在廉价的时候 我跑去新族游玩 在旅途当中 顺势经过了新族多城隍庙 当下我就决定 一定要做一集 多城隍爷的故事来和你们分享 于是乎 请各位准备好你们的爆米花 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 欢迎来到下水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叛递阴阳 查明因果 新族渡城隍庙 最一开始 城隍爷还不是专丝阴阳的生命 城代表是城墙 黄则是没有水的护城河 也就是壕沟 在当时原本是对于城墙的崇拜信仰 并且没有专属的庙语与神像 是除夕时天子要祭祀 巴拉之一的水庸神 平常并没有特别祭拜 唯独出现水灾 旱灾等自然灾害时 才会举行仪式 以祈求安顺 经历了几半年的演化后 才变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城隍爷 而如今的城隍爷 并非单指特点的人物 而是代表一个职位 这里顺便和各位说明一下 你们是否曾经好奇过 我们口中的关顺敌军 关二爷 明明三国的关羽只有一位 但为什么全台各地 劝骗不着一大堆的关二爷呢 事实上神明在这种情况下 会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 一个是使用自己的分灵体 大概就像这样 用分身的方式来处理各地信徒的大小事情 另外一种就像是城隍爷这样 所谓的城隍爷三个字 它更像是一种职业名称 谁都可以当城隍爷 只要这个人对于民众有功劳 是个公正无私的清官联利 除此之外 这类神明也有任期制度 以及拥有下属的说法 而在这当中 城隍爷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体系 所以大多神明在面对于 自己有同样称号的神明时 基本上都列于同个位阶 但城隍爷的定位 相当于历史上的知府 也就是今天的法官 因此就有了位阶上的差距 以目前来说 都城隍与府城隍最大 掌管着省与府 其次是周城隍掌管周 最后是县城隍掌管县 因此我们今天所要说的新竹 都城隍 便是全台湾位阶最高的那位城隍爷 其他城隍爷最多只能管到县 乡 里 这位城隍爷 却能管到整个台湾 屌了吧 那既然今天要提到新竹都城隍庙 那就来说说这里为什么 较为特殊的习俗与古事吧 我想常拜拜的人都知道 龙门进虎门出的这个概念 但是在城隍庙里面 想要走出庙口的可不止阳间的人们 从中 银财会在人死后 将亡魂集中 带来城隍庙进行审判 结束之后才会送到民府 这当中也不乏有许多 不甘救死轮回的冤魂恶鬼 而他们离开的唯一方法 就是从虎门离去 为了避免各个银财 辛苦抓不来的贵婚 转头就直接往虎门溜走 于是湖城隍庙平日会将虎门关闭 并让人们走神明中的中间大门 唯独每年农历七月鬼门开时 才会特别请大爷二爷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七爷八爷 做一个开门的仪式 这个仪式在新祖都城隍庙相当知名 现在还有网络直播 但同时也必须相当严肃 在执行仪式时 任何人都不可以站在门前 以免被冲出来的亡魂们撞上 等到结束后 接着就是带领信徒做托家仪式 根据庙方的原说法 在最早以前那个年代 原本是城隍爷会在明年的固定日子 出教来到附近的乡村坐证 好让人们提前坦全自己的罪孽 但明年却都因为城隍爷该去哪个乡村 而往往争论不分 于是改为由阴阳司工 也就是阴间的检察官代理执行 到固定的地方继续开活动 但为了更应时代的变化 于是发展成了让人们报名后 自行戴上代表罪孽的指甲 步骚走 同一进行赎罪的仪式 除了象征对自己过往罪孽坦诚 更代表着在城隍爷面前 不要轻易做出誓言 1962年 当时的彰化银行新竹分局的行员与经理 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侵占客户的钱财 夸下海口 要到新竹都城隍爷面前发宙事 斩鸡头 也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到了当天 幻众期待的发毒式环节 并没有发生 男人夺乱银行里 一一 啊长个鸡头啊又能代表什么 我们自己只会怪力乱神都肃紧啊 的理由 拒绝执行自己的承诺 虽然不知道最后结果 但这也足以证明 在城隍爷这位判官面前 任何罪人都是畏惧相当 紧接而来的就是城隍庙的茶叶探访 在城隍爷正式绕境的前天晚上 为信用城隍公子带队 拎着大爷与二爷 视线探设绕进路线 将沿途的布鞋植物扫除干净 往年来 这项活动都是风平浪静 可根据庙方的原书法 某年茶叶探访的途中 收支火轻的大爷 没有任何缘故因素 叫康便突然冒起一把烈火 当下所有人紧压万分 一来是怕大爷的人偶神像被烧毁 二来是在空无遗物的马路上 居然冒起一把无名火 事由人们猜测 或许是在夜房的过程中 遇上了极为难成的妖物 不躲避夜房的队伍反而迎头上前 逼得大爷使用火签指服对方 直到颗天下午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才应该整个活动的最高潮 绕清正姑 这天会将平常供奉的城隍爷软身请下来 替他更换出行的衣物 便搂出后头 一年才露一次面的真生城隍爷 让真生在庙里坐镇 卵身 对于仲将与信徒 连着路线巡视地区 说完了虎门紧闭由来 以及农历鬼门开的活动后 再来聊聊新竹都城隍庙 最诡诀阴森的存在 一口传说中的古景 有传言说 在新竹都城隍庙里 有一口连通阴阳的古景 这里是阴间的官将兵马出入通道 也是阴差 将怨魂带回阴间监狱的走道 当地的老爷被都说 在过去的年代 每当城隍庙门深夜关闭时 都能听到内部传来铁链 在地板拖动的声音 或是用鞭子 鞭打木铁声音 各位传出鬼魂们接受惩罚时 传出撕心裂肺的吼叫 囚牢声 更有网友在笛卡上表示 自己女朋友拥有灵异体质 某天晚上心神不理地跟他说 他们时常前去参拜的新族都城隍庙 庙的下方正对有不寻常的东西 而城隍庙的力量 自从下方远远不觉传上来的 一股极为强大的能量 而且他也能偶尔听到 下方传来异常其力的惨叫声 这迷惑王妖本来不信 但在查过记录后 他自己也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1803年 城隍爷同梦在这里 兴建佛祖殿时 特别交代不可以封紧 在上面用石板覆盖即可 但传言流传了一代 又一代 如今无法找到任何文字记载 证明佛祖殿下 真的有口古井 直到2013年 宋华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的师生们 以透地雷达的方式 来到这里进行推测判断 这下方是否如谣言所说 真的一口古井 经过一番忙活后 遗气显示众人脚下 确实有一个古井 且经过3D影像预测图 这口古井的位置 与传说中不谋而合 更加证实了传言中的阴阳通道说法 至于这口古井 为何要以石板覆盖 并在上头修筑佛祖殿 这就要提到城隍爷的另一个神迹了 1803年 城隍爷对着当地民众 请自托梦 要众人在城隍庙左边的空地上 修筑佛祖殿 可当时那口古井就在此处 当时也早已流传 这里是城隍爷兵马的出路之所 当地乡民竟无法理解城隍爷此举的含义 如果修筑佛祖殿 那这口古井 势必要封死 而城隍爷则告知众人 井 不能封 以石板在上头覆盖即可 但佛祖殿 必须要修 众人借城隍爷如此坚决 于是开始行尸动工 在这里修筑了如今的法联寺 直到1895年 日据时代 当时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 当中表明了 要将道教从台湾人的心中连根拔起 规定人们只能信奉佛教 不可以信奉道教 在户口登记时 以日本佛寺所供奉的神像为准 如果是非日本佛教的神像 则会将神像没收 空留下一个有庙无神的庙宇 而当日本人前来新竹都城隍庙时 原带领着日本官员 特意从佛祖殿门口进入 并指着神坛上的观世音菩萨说 这里就是佛教的寺庙 由于观世音是佛教神明 也是日本人所熟悉的神奇 于是城隍庙神像 才得以在那个年代保存下来 这样灵异的事迹被流传至今 也加大了当地新竹人 对新竹都城隍庙的敬仰之心 说了这么多新竹都城隍庙的神迹事迹 不知道以目前的你们 有没有想要走一走的想法 无论是瞻仰妙语里的众多神像 对城隍庙属足自己所遭遇的不公 或是大的胆子 去观音店体会一下 是否能感受到来自 银剑的力量 对了 八卦一下 新竹都城隍庙有其老婆 名叫城隍夫人 就供奉在城隍店的后方 旁边还有两人生的 大公子与二公子 还有他们的老婆 八媳妇与二媳妇 能够开出祖母的神明可不多 哦对了 外面摊饭的食物蛮好吃的 这才是一开始 我去新竹都城隍庙的原因 耶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 还想听关于这类神明庙宇的故事 也可以在下方敲碗 或者是有想投考提供的鬼故事 我也很欢迎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 文席哥 我们下次见